大家要配奏借在一起 哈囉 我們這一組叫ORANGE 然後我們現在只有三個人 因為其他的主人在上班 然後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Dog Days 那為什麼要叫Dog Days呢 因為原本是想說 跟Rachel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們每個人每天早上 起床都要 就是起床啊 然後折棉被啊 刷牙 洗臉 然後去上班 然後每一天日復一日的 這樣子重複著 然後可能在期待著什麼東西 期待著某一天會突然間變好 或是某個好的結局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概念來發想 然後把它延伸到狗的身上 對 所以說我們會用狗的角度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是我們的遊戲概念圖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概念圖 大家就是知道我們這一組 大家昨天睡得都睡得很好 對 然後 然後 我是 這組裡面的美術 其實我本質是城市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美術 對 然後 我是城市Ryan 我是城市里小 然後 對 然後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我們的遊戲就是這隻狗會往前進 那其實地圖上有一些物件 是等著它去觸發 不過我們先看什麼都不觸發 走一遍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它走到一個紙箱 那它其實是流浪狗 所以它就日復一日的流浪 那它 我們可能有一些地圖物件可以觸發 例如說這顆球 那 它會 飛到其他地方 欸 你錯過那棵樹 好串喔 對啊 那球 就是我們會有些事件 然後 希望它可以改變一些它的生活習慣 然後 得到不一樣的結局 那我們的結局還在設計中 好串喔 哈囉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是B組 然後我們今天做的遊戲是Dome Days 然後就是因應這次的主題是Retro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是從 每天的慣例行為日常生活 來發想 但是我們不想要做就是人的部分 所以我們做的是寵物的 每天的日常生活 然後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就是可以很自由的去選擇跟物件互動 那每個物件你點它的時候 會觸發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但是 最後如果你點擊的物件觸發的 並不是成功的條件的話 那你就會重複每一天 那直到你自己探索去找到這些成功的條件 那你就可以回到你溫暖的家 然後過這一關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就現在開始Demo 然後你點擊那個物件的話 就是可以 它就會有點互動這樣 可以動作 然後你經過水池的時候 你就會被噴到了 然後點電線的話就可以殺尿 然後點電線的話 然後點電線的話 那個空盛就會飛走 但是因為你髒了 所以你就不能回家了 只好當一個流浪狗 OK 然後就會到第二天 然後看到滑板滾上了的話 一路就滑到你的直箱了 你還是不能回家 然後你點樹的話 樹上才會掉下你的項圈 要有項圈的話 主人才會認得你這樣 然後如果你推倒那個樹枝的話 你就不會被水拖到 然後這邊會有一隻誘惑你的女狗 那如果你被誘惑的話 你還是回不了家 然後我們來示範一次最後的 過關的 然後那個球的作用 其實是把牠踢過去 然後把那個女狗打倒這樣子 I have to pee 對 所以最後你最後你就可以回家了 然後回家就放煙火 恭喜你過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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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